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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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裡配合一下 進去 坐下 啊好棒喔 好 雖然主人這個廢話很多的情況 進去 坐下 坐下 他還是進到 好棒喔 你剛才養到多好的狗 大家好 歡迎收看 熊爸到你家 欸 前幾天呢 有一對姐妹 寫信呢 說他們領養了一隻 兩個月大的米克斯 然後呢 有一些問題 希望我來幫他們解決 所以今天熊爸到你家 來到了桃園 欸 我們已經離開台北四樓 我跟你講 而且呢 聽說這一對姐妹是非常知名的youtuber 啊 什麼叫做知名 啊 就是訂閱有 好幾萬就對了 什麼叫不知名 熊爸就是不知名的youtuber 拜託大家要把訂閱 往上衝 擦乾眼淚 熊爸到你家 衝 好 我們已經來到姐妹花的家了喔 我們現在要進去 欸 應該沒見過喔 我們要先按一下電鈴 嗨 哈囉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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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的名字叫小狗 她叫Birdy Birdy Birdy來 走 進來 你不要換跑 你們好 我是熊爸 熊 熊爸你終於來了 我們先打招呼一下 大家好 我們是Liv&Side 我是姐姐Mindy 我是妹妹Lian Mindy跟Lian Lian 這隻叫Birdy 她現在差不多三個月 男生女生 女生 她已經去找 這個工作人員完了 好 我們先進來 讓我可以看一下你們的環境 好啊 你可以先跟我講 兩三個你們覺得 最嚴重想要處理的問題 好 就是因為她其實來的時候 她已經會定點尿尿了 好 本來已經會定點 怎樣定點叫做 就是在尿墊上尿尿 在尿布上上廁所 對 可是她大便她不會在尿點上 大便不會在尿布上 大便不會在尿布上 然後大概十次有一次尿尿會尿在別的地方 可能會有尿尿尿錯的部分 對 然後她特別喜歡 跑去妹妹的房間上大小號 不知道為什麼 大小號 哦 也是大號 然後前一隻狗狗也是喜歡 在同一間房間上大小號 就是 很好 就是帶屎進去 就是彩褲 旁邊是彩褲 旺旺旺 那另外呢 還有什麼 覺得 然後也想要知道關於龍內訓練的問題 龍內訓練 好 可以讓我先看看你們的環境 好啊 像這個是她的睡覺的床 這兩個都是 好 看起來呢 其實因為這個比較像洞穴的感覺 所以是比較有安全感的 那她如果真的想睡覺 她是會在這裡休息 可是如果你們到你們坐在這邊看電視 她可能會希望離你們近一點點 所以她會往這裡去 但一般來說 這個呢 以我們家裡面來講 她還是會比較悶熱一點 所以她有時候睡一睡呢 可能就會下來睡地板 但這個地方 這個位置是比較好的 尤其她也可能看不到這個門的進出 那當然啦 如果說你們家裡不會進出得很複雜的時候 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只是這個地方 她會是比較有安全感的地方 好的 好 然後現在這個是廚房嘛對不對 對 就是她吃飯喝水的地方 是 好 請問一下她有在這裡大過便嗎 沒有 沒有耶 你看她多愛乾淨 你看看 那我先講喔 先推測啦 大家等一下我們還要看一下 好 所謂推測是這樣 第一個 因為她現在是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呢 她忍耐的能力沒有很好 尤其是尿尿 通常狗狗到十個月大 她的大小便才可以憋得比較好 所以就是說在十個月大之前 她會上錯 都還是可以原諒的 好 但是有時候呢 你會發現怎麼 好像次數比較多 就像現在這樣 我們有人來 她情緒起伏 然後這樣走來走去的時候 她就比較可能會尿錯 嗯 或者是上錯 那剛剛你們提到一點 這尿布呢 這個 指尿尿 對 大便 很多狗狗 她不會尿尿跟大便 是在同一個地方的 也是因為愛乾淨的關係 好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來看 解惑了 所以我們都誤會她 解惑了 好 現在我們就看到了這個尿布 看一下 你看 一看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藝術的作品 對 然後你可以看上面有好幾塊對不對 對 你說她愛不愛乾淨 她都沒有再重疊 重複的地方尿 可是因為前一隻狗狗 她很厲害 她都會特別就是跳過有尿尿 對 可是她好像笨笨的都會不小心踩到 踩到歸踩到 但是你可以看她在尿的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重疊的 對 也就是說 你看這樣一塊已經很髒了 喔 她還是可以找到乾淨的地方 好 那今天有時候是這樣 比如說我現在要來尿 結果發現 這好像 都沒有位置了 她也許就會尿在外面或旁邊 她很常試 她就是尿在那個墊子的側邊 好 對 側邊就是因為裡面髒了 就是 姐姐實在太懶惰了 該亂都不亂 她有那麼髒 然後怎麼上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她就會尿在一些邊邊的地方 好 你可以看她還會往裡面去 而且看這個尿啊 注意喔 有大塊跟小塊 對吧 對 大的比如說她一早起來 尿尿比較大 對 所以她尿的比較大泡 像這樣我在尿部上可以看到這種小塊的 就可以知道其實她在這裡尿尿的觀念 概念已經非常好 因為像這樣尿她根本可以不用尿的 可是她還會跑來 也就是說她想一想 嗯 我要去尿尿一下好了 我就會在這裡尿 好 就尿這樣會這樣小小的一點點 她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裡有大有小 簡單講尿尿部分你們未來都不用擔心 就算你跟我說十次有一次兩次 還是三次都在外面亂尿 我也跟你說不用擔心 只要 主人 勤勞就換那毛布就好了 就沒錯 那如果她大便都會大在那個下面 就是她自己選的位置 對 所以我講 因為她在這裡 你們有看過她大便對不對 對 她會不會在那裡轉 會 她會很急的找地方 好 她這都是尿 她在轉不會一直踩到她的尿嗎 所以如果說都是乾淨的 搞不好她可能會在上面轉 但是問題是現在狗狗我剛剛講 也有一個機會就是 她的尿尿跟大便 她是不想在同一個地方 那兩塊墊子算分開還是要更圓 可能要分開 或者是在不同的位置 那你放這邊一塊 然後那邊一塊嗎 這個時候我就要問了 你可以跟我講出三個 她最喜歡最長大便的位置 那邊 裡面嗎 還有門口 好 哪裡門口 就是一進門的門口 大概就這兩個地方 還有一個地方 還有就是我的叔叔 她的她的房間 好 來 我們來這裡談 好 我之前其實有一集也在講 這個狗狗大小便的問題 那其中我提到一個很重要 就是狗她會挑 會有兩個選項上廁所的部分 第一個是腳踩起來 材質感覺不同的地方 所以呢 以這邊來說她的床墊 這個墊子甚至沙發 都可能是她喜歡挑選上廁所的地方 所以有可能剛來的時候 可能這些地方是有機會上的 但慢慢的 這個就是我休息的 她就不上 那邊是我吃飯的 她就不上 第二個呢 她會挑家裡的遠邊 請問這是不是遠邊 剛剛廁所洗手台下面 遠邊 以房間來說 好 一樣 當然 這裡是遠邊 沒錯吧 對不對 但是這一間 大家可以看 是她睡覺的地方嘛 也就是說她在這裡睡覺 如果她在這一間真的想上 當然她就會避開她的床 也許會到裡面 那有在這邊上過嗎 沒有 所以可以知道 她對這一間都認知就是她的房間 不然的話 這個也都是最好的尿布 這麼大一塊尿布 我這樣講喔 她如果在這裡尿 你會像尿布一樣等好幾塊之後 不會 不會 一定馬上就會喚醒 所以很多狗喜歡到床上尿也是這樣 就是一尿煮得馬上換新的 那她都趕緊的尿布 那我還有一個補充問題 那大概要上幾次尿就要換 以她現在看起來 其實她已經養成非常好的習慣了 我認為大概兩三塊左右 就差不多 可能就要稍微換一下 好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小塊一點也可 不然的話就不會有這麼多空的地方 好的 好 所以妹妹房間 她是會到床上上嗎 不會 那在書桌底下 也是遠邊的下面 對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她是一個非常愛乾淨的狗狗 錯怪你了 其實你們已經養到後狗了 Birdy你好棒 我現在這樣講有一些簡單的問題 其實剛剛進來的時候呢 地上我看到有一些低尿 那這個呢跟她年紀小有關係 因為我們剛剛來一群人 所以她可能很興奮或者是緊張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你興奮緊張你都會用力 那她的肌肉還在發育的關係 她就可能會有漏尿的一些狀況 所以盡量就是客人來 甚至你們自己進來 或是出去或回家 盡量都是平靜 然後不要理她 等到她情緒穩定了 要摸要抱 再去跟她互動 她就不會有漏尿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會在她慢慢長大 那漏尿問題就會好 可是舉例好了 我 我是一個壞朋友 我們在過去常常講 所有壞朋友 就是一來就 Birdy耶 好 那今天她是一興奮就會漏尿 對 等到她將來長大了 肌肉發育好了 她看到我還是會漏尿 因為我已經訓練她 對我漏尿 簡單講就是這樣 對 所以如果你們有家人還是朋友 講不聽的 那就以後就叫她不要來 壞朋友 就是壞朋友 因為那些可能每一次來 她就每一次漏 就算她以後已經長大了 她還是會漏尿 但如果像我剛剛講 我們現在進來都盡量平靜 不要去理會她 那她就可以穩定 好 現在我們來看她 你看她現在幹嘛 咬她的那個史迪克 我告訴你 現在兩三個月大的小狗 然後是這樣 真的超乖 超棒 其實她一來 有時候你們回家 她可能會去咬玩具 咬一些東西 雖然她好像 比如說想要 好像要咬東西來跟你玩 對 或者是要獻給你 其實她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就是在控制自己的情緒 也就是說 她從小就已經開始學習 控制自己的情緒 哇 要哭了嗎 姐姐要哭了 對 所以她現在 她在這邊咬這樣啃的時候 其實她就在很放鬆 也不會因為像我們一來 然後就很興奮啊 然後跑跳啊 當然 小朋友嘛 對 是不是有時候還是會在家裡 像運動大會一樣 像運動大會一樣 衝來衝去 飛奔 對 其實像那種情況最好就是 大家假裝沒看到 或是各自進房間 然後我剛進來了 稍微有看了一下 好 來 這個就是她咬的 對 對 有一些啃的痕跡 可是你可以看 大部分 還是都還算漂亮 對 所以呢 表示這隻狗在家裡 是還算滿幸福的 就是 每天有很多的精力 都有釋放掉 有抒發掉 然後呢 也有自己的一些玩具 其實像這個 坑咬骨頭也非常好 那可以知道 她的情緒上是穩定的 乖乖喔 好 好 你可以看 因為她對我有點緊張 所以我手過來的時候 她會去舔 她是有點怕的 她對我的手是有點害怕的 喔 這是害怕的感覺 也是喔 很棒喔 她很喜歡人 對 好 你可以看 光我這樣抱她 她身體就軟軟的 就可以知道她對人是很信任的 她是比較放鬆的 所以家裡有空 沒事就可以多抱 沒有我不會痛 不會痛 其實我只是告訴她我會痛 其實是不會痛 我就 啊啊 好痛 好乖喔 那當然我也可以去預防她咬 比如說我摸她的時候 像這樣她就咬不到我 好乖喔 有什麼東西 所以她會想要去跟你的手玩 那這個時候很簡單 拿東西 對 拿這個跟她玩 好 她還是選 更好吃 沒有 因為手好玩 喔 就你咬手 比如說咬你的手 你就這樣 對 對 這樣她就會 所以 你可以 這裡這裡 耶 好棒喔 乖乖 好乖喔 利用玩具跟她玩 好如果像她現在這樣 還是去咬 好那我就不要跟你玩 就很簡單 嗯 剛剛還有提到一個就是 龍內訓練的問題 你為什麼會覺得想要做龍內訓練 嗯 就是因為我想上網看一些影片 給一些資料說 狗狗喜歡睡在我洞穴感的地方 所以就想知道說 是不是要讓他們睡在籠子裡 可是又很想要讓他睡在我床旁邊 然後我有做一些簡單的龍內訓練 讓他不討厭龍子 但目前還沒有讓他久待過 簡單的訓練 等一下要請你幫我示範 好 簡單的龍內訓練是怎麼樣 她已經很興奮了 對 沒關係 你剛剛講的兩個想法 比如說 是不是有一個龍子可以做龍內訓練 但是呢 我也希望 他可以睡在我的旁邊 其實這兩件事並不衝突啊 因為那 就把龍子放我旁邊嗎 也可以啊 對啊 或者是龍子門打開 他可以在龍子裡休息 或者在你旁邊睡都可以 那最重要就是 也許我現在真的想要關他起來的時候 他是可以被你關起來的 來 這個是你們家的龍子 對 運輸龍 好我們先講 好現在這個龍子的大小 其實長跟寬呢 比他現在體型是沒問題 嗯 但高度上他就是比較小一點 有點 所以可能之後如果你真的要訓練 那可能龍子就要換你 稍微大一點一點 好 好你現在手上有零食嗎 有 哈哈 所以他非常大 好棒喔 好 好Berdy進去龍子喔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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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進去 進去 進去 Berdy配合一下 進去 坐下 好棒喔 好 雖然主人這個廢話很多的情況 進去 情況之下 坐下 好棒喔 你剛才講到多好的頭 現在不是我嗎 我會教是他很棒 坐下 因為其實就我們來看 你的動作很複雜 然後語言的這個訊號也很複雜 然後又坐下 然後又手又比 然後又進去 對 然後這個是代表什麼意思 好 所以 語言這麼複雜的情況之下 我們Berdy還可以看懂 你看多厲害 舞蹤 好 定 定 好 真的很厲害耶 好 這個其實非常好 剛剛也看到他也會進去 其實以我現在看 大概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的龍內訓練 其實你們都有做到 哇 好棒喔 就是說他其實對這個龍子已經不排斥 那他也很喜歡 甚至看到你拿零食拿龍子 他就很高興 丟他就會進去 其實很好以後永遠都是這樣 就是你丟他進去或是像這樣 趕快給他 可是 趕快啊好棒喔 棒棒喔 沒有零食沒關係 你口頭上可能要 好棒喔 對對對 再拿一個 我不能吃太多變胖喔 對不能吃太多 要剝小一點喔 好 好 對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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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進去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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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講了太多進去 不錯 其實你不用講那麼多啦 一次就可以 你就等他也可以 進去 好來 真的在他那裡 忍住 叫姊姊忍住 不要一直講進去了 其實很簡單你就這樣丟 好他就會進去了對不對 然後重點是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餵他吃很重要 這在門口 對 他記得 不用餵啦 他記得 在這個地方 吃東西的這個感覺 非常好 所以他自然就會停在這裡 然後你可以看這個籠子 還有很多窗戶 對不對 對 如果你的房間的窗戶 隨時都會掉錢進去的話 哇 你也不想出啦 開心子了 對 哇他要衝進去了 哇 好哇 可以從旁邊丟 哇他就很喜歡 娃娃娃你今天聖誕節嗎 他覺得你是天堂 沒有沒有你看我 我播的很小 整超小的 對但他就在這邊一直領獎 所以他會喜歡進去 那這都是第一階段的訓練 慢慢的當他都很喜歡在裡面 而且像這樣他也都不會要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關他 可是那天關了一下就開始 嗯 好 進去 喜歡進去跟不能出來 他是兩件不一樣的事 所以關起來可能要從 比如說從兩分鐘啊 三分鐘啊 慢慢開始練習 基本上我們練習的進度是這樣 先一個禮拜大概兩分鐘 兩分鐘一到 我們就會放他出來 這個時候呢 他就好像知道時間的觀念 就是我叫不叫或是哭 還是沒有哭 都是會兩分鐘 這個時候他就會等時間 兩分鐘做完 那目標大概可以放在五分鐘 好五分鐘 那五分鐘都可以 基本上呢 一兩個小時都可以 你說五分鐘就跳到一兩個小時 對 一兩個小時都可以 大概四到六小時以上 四到六小時 嗯 所以進度的順序 那尿尿怎麼辦 好 那當然因為他是右拳 所以他沒有辦法憋那麼久 對 如果以他的年紀做龍內訓練 大概二到四小時 就一定要讓他出來 喔 上廁所 好 所以你看 我這樣 從剛剛到訓練 我說可以跟你講話之後 還可以繼續跟他做動作 做練習 就是不用講那麼多 所以其實語言是不必要的 對 哈哈哈 講太多 只是會讓他覺得很複雜而已 喔 重點還是 你看他現在很棒 他自己坐下 對 他在這裡等我給他獎勵 好 乖喔 好 然後在訓練裡面很重要的呢 就是剝奪 什麼叫剝奪 他現在在裡面不想出來對不對 對 好 就叫他出來 你給我出來 哇 趕快把籠子收起來是不是 對 很好 然後這個時候你一拿出來 他以後就更高興 他馬上就會想要抽進去 所以通常都是這樣 你給我進去 你給我進去 他就死都不要進去 那你現在是 對你給我出來 你給我出來 他就死都不要出來 喔 哇 捨不得了 對 他一直在等吊食物進來 乖乖 對 好來出來出來 快點快 就像這樣 只要一休息 籠子就要收起來 好 家父呢 家父 以前就是熊爸的超級粉絲 所以他就覺得 就一定要讓Berby 就是睡在籠子裡 你這其實不是對不對 嗯 爸爸趕快看 哈哈 我們要這樣講 籠內訓練 一定最好還是要學起來 對 因為這個狗一輩子呢 一定會有機會要駐籠子 對 那是不是一定要 還是看各位大家的想法 但是我會建議啦 比如說人不在的時候 希望他在籠子裡休息 不然的話他可能第一個 就在這裡等門 或者是就開始家裡導彈 亂咬 破壞 簡單講其實是危險 所以如果你們出門不會是那很久的 大概幾小時內會回來的 其實可以在籠子裡休息 還有我們一直強調 像這樣的小狗啊 其他一天睡眠都要16到20小時 除非說你平常都可以看到 他自己在旁邊睡得很安穩 如果你會發現他自己就會這樣走來走去 晃來晃去 那你每天也要花時間讓他在籠子裡睡覺 就主要是針對睡眠的問題 好 而不是 是不是一定得關他 好 因為看起來他的狀況是不錯啦 現在可能最後只是會希望建議你們 開始要多帶他外出散步 有有有 對那也許他以後大便會選擇在外面大便有可能 那家裡可能大小便也會再減少一點點 因為散步對他來講還是很重要的 那這隻狗要好好教不要浪費 真的養到好狗了 到底 好熊爸到你家 今天我們就到這邊 那當然我們還有其他的主題會在我們這裡 Leave an Insight 頻道 趕快去訂閱 趕快去看剩下的問題 好 很好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就歡迎下次再收看熊爸Google 掰掰